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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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经济 便文化 便思想 便政治 维心派的变法可谓是轰轰烈烈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维心派对妇女的国脚问题也极为关注 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不禅族会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国脚也叫做禅族 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落后的做法 主要是强行束缚女子的脚 阻止其生长 以适应封建社会变态的审美观 这个行为据说是出自五代时期的南唐后主李宇 李宇向来喜欢小脚 于是令自己的爱妃咬娘缠组 然后跳舞给自己看 静南唐宫李宇单独召剑 剑其卷发 高鼻 浓眉 长洁 双目深鸥而顾盼友情 当即为其取名咬娘 咬娘缠组后 五 字更加优美 从此以后 李宇更加推崇小脚了 皇帝的喜好 旁人自然不敢违背 于是 禅脚便在我国流传开来 光绪二十三年 一八九七年 梁启超 康广仁等进伯人士成立了不禅族会 号召妇女行动起来 不再国脚 等到戊须变法全面开展后 不禅族会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变法期间 近百个学会在国内成立 但是 不管哪一个学会 都没有不禅族会火爆 在维新派的倡导下 清朝社会从上到下 都掀起了一场不国脚的热潮 无论是朝廷重臣张之重 还是读书的秀才 都将宣传不国脚 当成了十分重要的事情 民众如此热情 维新人士就更不用说了 当时 维新派的梁启超 黄尊县等人 创办了影响极大的十五报 在十五报上 隔三差五就有宣传不禅族运动的文章 在那样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 有志之士都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奔波 禅不禅族 本是女人的事情 但是 宣传不禅族的 大多是男人 那么 女人禅不禅族 他们为何如此重视呢 其实 当时的维新人士 对此时有着深远的考虑 封建王朝自秦汉一来 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 清朝末期的时候 虽然已经面临着不变不行的局势 但改变立法 改变体制 谈何容易 强行维新 无异于亚苗助长 况且 民众接受新思想 总要有一个过程 而废除国脚陋旗 既可以让民众接受新思想 又能改善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印象 近代以来 国人向外国展览中国特色时 无一意外地展示了我国妇女的小脚鞋 三寸金帘在某些嗜好小脚的国人眼中 或许是美丽的象征 但在外国人看来 这是非常野蛮的行为 是对女性的摧残 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 国人的观念开始变化 维新人士将国脚看作是伪健之士 普通民众的态度 虽没有这么强硬 但很多人也不再以此为